全球每年约有250万人罹患脑膜炎 其中细菌性脑膜炎防治是一大挑战 每6人就有一人死亡 且幸存者可能出现听力损伤 症犯发作、脑部损伤等神经后遗症 医师指出脑膜炎较常发生在婴儿、幼童和青少年 三大典型症状包括发烧、呕吐、头痛、不可轻忽 10月5日是世界脑膜炎日 今年主题定定为团结起来对抗脑膜炎 United in the race against meningitis 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黄玉成表示 任何人都可能罹患脑膜炎 原因包括细菌、病毒和寄生虫等 虽然不常见,但可能引发致命危机 如不尽早治疗,发病24小时内就可以快速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三个愿景目标 包括消除细菌性脑膜炎的流行将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脑膜炎病例 减少50%死亡率、减少70%以及减少任何病因引起的脑膜炎后残疾 并改善生活品质 希望在2030年前完成 黄玉成说明脑膜炎初期症状和其他疾病类似 较难诊断 如果是三个月以下婴儿 临床表现可能是活动力不佳、食欲不好 偶有呕吐、发烧 两岁以下幼儿则常以躁动不安、哭闹、呕吐来表现 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则可以清楚表达头痛等症状 细菌性脑膜炎往往来是汹汹、病情恶化快速 甚至导致死亡或留下严重后遗症 黄玉成说针对细菌性脑膜炎 共有三种疫苗可以防范 包括B型湿血感菌5合1疫苗 肺炎脸球菌疫苗 脑脊髓膜炎疫苗 随着疫苗施打普及 国内案例已经逐渐减少 但黄玉成指出 新生儿脑膜炎是由不同的致病菌引起 以B群脸球菌和大肠感菌感染最多 目前尚务疫苗 全世界都还在努力中 针对带有B型链球菌的妈妈 会在生产时施打抗生素 预防新生儿脑发型感染 但仍难以降低碗发型感染风险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